貨櫃車來到十字路口左轉 才剛彎過去投過 聲卻沒有過 後面的貨櫃直接側翻倒地 居大聲想讓附近民眾都出來查看 還有人先幫忙擺放交通追 這時候駕駛下車發現大事不妙 這也太誇張了吧 翻車是怎樣 貨櫃底下開始冒出橘黃色煙霧 因為裡面載的是 搶輔實性的硝酸液體 而且它的味道超明顯的 對啊 一開始還好 然後後再來呢 越來越嚴重 不到幾分鐘時間 貨櫃旁已經被煙霧覆蓋 像是調整色溫變成了暖色調一樣 消防內道廠立刻灑水防護 我騙到 怎麼騙到 我把那個倒露 那小型的那麼大 喔喔 我搞錯了啦 硝酸外線意外發生在彰化 深港鄉福安宮旁邊 中午一點半 貨櫃車駕駛一次轉彎不當 造成後面的貨櫃側翻 裡頭多達兩噸的硝酸 嚴重外洩 有兩噸的硝酸有洩漏 目前溝冰鑑駛駛駛 那已經掛進這個通過線 那並且將現場的機名 跟加工夫的民眾會出在 消防內表示硝酸外洩 因為接觸氧氣形成的氮氧化物 不但味道刺鼻 還具有腐蝕性 吸入過多會對肺部造成傷害 為了將貨櫃翻正 還得先著A級防護衣進入後 才能幫貨櫃進行吊掛作業 成功翻正的貨櫃側邊 都還看得到 因為嚴重腐蝕破了一個大洞 幸好意外發生時 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消防隊也將要求廠商到廠了解 嚴液硝酸外洩 現場環境清潔消毒 以及後續處置方法 TV新聞陳志忠 彰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